是說,比較像是可以拿在手上,在犯人的臉上刻字的一種刑刀 他針對的是可以刻字的刑刀 因為古代很多的犯人,他犯了很多刑罰,刑罰的內容,他犯了所犯的罪,會刻在臉上 你殺人,他就刻一個沙子在你的臉上 燕熙,如果你臉上刻一個沙子,你到什麼地方都不能刻 你看到你是躲遠遠的 對那個人的後半胸是一個很嚴重的剝奪 那就刻字 很多人是說,那我刻字一種就是蓋住 等下說,頭髮留長一點,或者是戴帽子 要不然你幹嘛,要不然你只能一種就是把它毀掉 拿一個什麼會腐蝕的把它腐蝕掉 那痛得要死,自殘 總之這是一個刑罰 那刑罰一定是苦的,有刑罰快樂的嗎?不可能 所以後來再引申為痛苦,引申為很辛辣,食物的辛辣 或者是人生之間很多事情的痛苦 或者是人生之間很多事情的痛苦 比如說辛苦,心酸 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寫法裡面呢 所以看到了各自各樣的很棒的行 各方面能整理出來 這個行儀以前我也沒有看過 超粉 這個我很喜歡 它最上面那個粉是增加的 增加把它變最長 這個 是最長的一個倒三角形 這個心 我很喜歡 另外它有這樣加在裡面 很像一個心一樣 如果各位知道 人的心呢,就是血管嗎? 這是這樣子 經文也有這樣寫的心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是這樣子 一個辛勤的心 跟辛苦的心 竟然結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依我來講 我可以以這個來去當創意 把辛勤的心融入進去 變成一個創業的內容 怎麼說? 辛勤 什麼的 呵呵呵 你可以去想 你可以去想 對我而言 它就是一個創意的 出 算是出稿 發展 OK 然後草樹的話呢 因為它是我們 甘枝的其中一個 對不對 甘枝 甘心 人鬼 所以我比較常寫 這一個 這個是 魏晉的時候的書法家寫 一個點 然後再一個 應該說上面是一個 知乎就一個知 然後再一個樹 然後 橫過去 那就是 就是 這應該叫什麼 我不知道叫什麼 什麼 不錯 就是 它蠻像是 但是 但是 也不能當作千 我也不會說 就是一個知再加上這個 所以你們把它背的時候 把它背 知 加上 兩 兩 黃一樹 辛苦的 辛苦的 背 那個字 那個字 我不會念 兩棵樹 奉獻的奉的底下 兩棵樹 一個字再一個這個 這樣背應該很好背 一個點 一個點 三橫一樹 一個點 三橫一樹 也是 辛苦的 是 王獻之 前面寫過的 老師 查到 寫法 所以 讓你們背下 三橫一樹 一個點 在三橫一樹 也是 新的草樹的寫法 很常見到的 OK 新老師講完了 他本來是 一把 專門在臉上 刻字的 行刀 再來是苦 辛苦的苦